家里如果有吃不完的香蕉 一定要试试这个吃法 酥脆的外皮包裹着软糯的香蕉 孩子一个接着一个 好吃到停不下来 做法还超级简单 真的是太香了 准备两根小一点的香蕉 去皮 放手抓饼上卷起来 尽量卷几时 滚均匀 然后切成均匀的小段 摆到烤盘里 表面刷上大黄叶 撒上白芝麻 送进鱼饶好的烤箱 上下火210度烤15分钟 具体时间和温度还要根据自家烤箱的脾气来调整 烤至表面上色满意即可出炉 放凉之后就可以开吃了 酥脆的外皮包裹着软糯的内心 一口一个好吃到停不下来 这可比直接吃香蕉好吃多了 关键做法还超级简单 赶快安排起来吧 吃香蕉 酥脆? 沸西坞